女子在家吸毒手拿吸食器吞云吐雾 这样的画面不仅全程用手机记录 她还在派出所跟警局打卡抢虾 这一张在屏东陷阱局打卡 除了po影片还留下地址 下隔两小时 她又在屏东市大同派出所po文 说警察只会开红单 吸毒也不来抓 但警方一眼就认出 女子是当地的吸毒人口 但怎么会自普行踪 吸毒案被罚金八万余远 之后灵讯女子必不见面 假冒灵讯女子的大头照 播一些吸毒的资讯 原来这名女子跟前男友 曾因为吸毒被抓 男方一次为了追讨八万元的保时金 加上女子事后必不见面 才会盗用对方的脸书账号 po出吸毒影片 还在警局打卡 播信男子有简讯 就是当天晚上去播 其实是播黑色的 一共播了三次 都让他跑 人家的头照 他都被拍的 这一段吸毒影片 其实是三四年前拍的 由于女子因为吸毒案 痛气中 目前不知去向 但家人说 对方除了网路乱po文 还好几次上门恐吓泼妻 他们不堪其扰 报警好几次 看似挑战公权力的影片 其实恐怖前男友恶搞 毒鸳鸯分手后还闹上警局 真的是好聚不好散 就有张庄好佩如 评论报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